我觉得细节很重要 那你看到这边 你看这同学的 他在观看这课程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满满的刚刚好 如果你录起来没有比例对 你会变成是 你的简报哦 可能就只有这样而已 然后这边是黑色 黑色 OK吗 对 就是旁边 不是框哦 是黑块 黑区块 不是 一般是左右 好 我解释为什么 来 跟简报也有关 除了比例就在简报 所以我等下讲到就是简报 假设我等会上课用一个简报档 我们先用这个简报好了 老师你知道我这简报的比例是什么吗 看得出来吗 我把它打开一下 4比3还是16比9 你们猜看看 好 我放映给各位看 你们看的是哪一种啊 你们看的是老师的 等一下我换一下 这个呢 对 你看画面 旁边是黑黑的 就是这个 对 你看是左右的黑黑的 这是4比3 老师你们的简报 我可以跟他们打包票 你们一直都4比3 因为我们早期做的都4比3 对 所以这就是4比3的别例 那我下的荧幕解析度是不是16比9 虽然我降了 可是我的解析度是错的 录起来就是这个 对 所以这会跟荧幕的解析度的比例有关 刚才我们是先调降对不对 1280 但1280有点的比例 就是16比9跟4比3 会跟简报有关 好 简报怎么看 对 这会 这录起来很丑 你知道吗 我自己觉得 来 我们结束一下 好 来 老师不好意思 从这里 学校的 Powl Point的版本是2016 所以13跟16的操作方法一样 从上面的设计 设计 往右看哦 头影片大小 看到没 就是它 所以如果我的是4比3的 请问刚才的比例 4比3的 选哪一个 这把它抄下来就好了 你就不用去管哪一个 就是这两个就对了 好不好 我们这样讲好 所以来 对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4比3 对 这个呢 16比9 就这个画面 接下来 就这两个就好 你不要管14多的啦 都不要管了 就用这两个 全部固定住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确定你的比例是4比3的话 你就一定要用1280乘720 它录起来才会漂亮 OK吗 目前听得懂 可以啦 好 我切掉了 好 来 所以我用宽萤幕 我还是用宽萤幕教学 因为比例跑掉 我的录影档也会跑掉 好来 所以这是比例的部分 那2013跟2016都在投影片大小 2010以前 还有2007的同学们 在左边 PowerPoint是一个片前的软体 不是 不能这样讲 原厂会来骂我 PowerPoint就是 你这样软体就这样 这一版跟下版差在哪里 就是按钮给你左边换到右边 右边换到左边 上面换到下面就这样 真的 它的新版的那个介面都是这样 所以 07跟10啊 这个投影片 它不叫投影片大小 它是版面设定 它放在这里哦 版面设定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设定的画面 画面里面就有一个4比3跟16比9可以调 OK吗 那2013跟2016就放在这里了 放在这个位置了 这样OK 好记起来哦 好回去就可以看 那如果你有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其实就很方便 好 所以搞懂萤幕解析度了没 好先设好你录制后面的课程 才会是顺畅的 录完后可不可以改 我只会跟你讲重录 嗯 对 除非你要用影片剪辑的方法去剪它 等我教完那一块 你已经重录好了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如重录比较快 好不好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下 来 这个换你们 老师有没有手上有没有简报档 任何上课的简报档 没有 没关系 我给你们 或者是你们可以从那个网路学园那种地方下下来 学校有吗 系统类的 软体云 OK 那你就是可以把你们上课简报的位置抓一个下来 对对 就看你们的那个教材 找一个教材哦 好不好 对对对对 cic了 company 对对对对的 天